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中央极限定理 证明前的准备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中央极限定理的内容 假设x1一直到xn是n个独立 而且相同分布的一个随机变数 那么他们的期望值都是μ 变异数叫做σ平方 那么说这个n随着这个n越来越大 那么样本平均数将会趋近于什么呢 常态分配 那么以数学符号来说 这个n只要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它的样本平均数 也就是所谓的x bar 将会趋近什么呢 normal μ是还是原来的 sigma变异数 它将会缩 缩什么呢 缩到哪里呢 缩到根号n倍 这是标准差会缩到根号n倍 所以变异数会缩n倍 那么在一般我们在实物操作上来说的话 这个n没有到无限大了 我们只要超过30以上 基本上我们就接受了 这个样本平均数 就是所谓的抽样分配的分配 是常态的 在准备这个中央极限定理的证明前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复习的动作 那么在证明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 首先我们要复习的是 这叫做动差生成函数 也就是动差母函数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ext的期望值 那么 把它的这个density function 乘上了一个1的xt 做一个积分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对它为分一次令t等于0 这叫做一些动差 刚好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期望值的定义 如果说是 对它为分两次 再令t等于0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是平方的期望值 这叫做二阶动差 那么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变异数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所以这样算法来说的话呢 这是跟变异数有关 这个跟期望值有关 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为什么要再次强调呢 因为中央极限定理 我们需要用动差生成函数的 一些性质来证明 那么我们现在要再次的叙述 这个内容 动差生成函数的性质 就是这样说的 假设x跟y是两个独立的 独立的啊 独立的随机变数 假设z是两个的之和 就是两个相加的叫做z 那么z的动差生成函数 如何呢 将会是两个动差生成函数的成绩 也就是说 如果是很多个呢 一样 动差生成函数 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很多相加的 总和的一个相成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的去做一个叙述 现在我们证明两个好了 z假设是x加y 那么它的动差生成函数 依照定义是不是就是1的x加y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定义 那么这是指数函数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 这是底数相同 指数相加 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说这两者来说 是独立的 那么它的期望值可以拉开来 而这就是所谓的分开各自的 动差生成函数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结果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必须要知道 如果说它是好多个好多个相加 那么它的动差生成函数 将会是各自的相成 那么后面用了到 再来就是线性变换的 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那么会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是说 假设y是ax加b 这两个各自都是随机变数 那么ab是常数 那么y的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将会变成了 1的这个后面的bt 乘上at的这个x的动差生成函数 这边要改成at 那么给各位同学证明 看一下 y的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依照定义写 y的动差生成函数 是不是就是期望值 1的ax加b 这是依照提议所说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以后 这边是atx加上 这t也乘下去 乘下去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指数是相加的 基本上就是相成的 而这个是一个数字 b是一个数字 这个地方来说 这两者之间是一个怎么样呢 是个独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各自拆开 拆开之后 这个来说的话呢 它本身来说 它没有随机变数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脱离期望值 这个期望值不写也没关系 这就直接写到前面去 所以1的tb乘上1的 这个是期望值 atx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动差生成函数的定义 只是说这个地方 t要改成at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要记下来 我们以后看到了这个 y是ax加b 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 把它这个 它的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把后面 提到前面去 1的bt 那么这个也是在 中央极限定理的证明之中 我们要用得到 我们这个单元是介绍的是 中央极限定理 证明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因为啊 我们想要证明中央极限定理 动差生成函数的运算 是绝对是免不了的 那么我们再次重申 两个很重要的定理 独立变数 相加 如果是 z是等于两个 随机变数的相加 那么它的 动差生成函数 将会变成相乘 如果说是一个线性变换 y是ax加b 那么y的动差生成函数 将会变成 这样子写 后面数字 移到外面去 这是at的动差生成函数 那么这个也是 后面会用得到 动差生成函数 承受 承受 承受